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淡宅岛中的换星医生 他是一名医生 但是他却不能自医 你们看他的眼睛受伤了 他并没有治好自己的眼睛 所以导致他没有眼睛 其实在淡宅岛中 还隐藏着一名医生 他医术高超 不仅可以医好别人的病 还可以医好自己的病 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名被官方隐藏的医生 他是谁吗 众所周知 淡宅岛中的第一名医生 就是换星医生 如果你在淡宅岛中 也见过他 那么请点一个赞 让我看看有多少小伙伴都见过他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淡宅岛中有很多NPC 比如说在换星医生旁边的潮流弹 但是他并不是一名医生 他只是一位打扮非常时髦 喜欢耍帅的潮流弹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宅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淡宅岛中 除了换星医生以外 这名被隐藏 可以医好自己的医生 他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这名医生 他的名字叫 机械师维迪 他可以医好别人 也可以医好自己 你们听他的语音吧 放心 我把自己修好了 所以说淡宅岛中的机械师 维迪他医术高超 能医好别人 也能医好自己 他淡宅岛中的第二名医生 宇幻星医生更牛 你们知道了吗